银行金库的钢门能不能被打穿 有这方面需求的同学请注意 接下来的测试会告诉你答案 这扇钢门重1500磅 据说可以轻松防御任何子弹 啃术不太性 打算用各种枪试一下 先拿出一把啃术最喜欢的MOA-375 这把枪不太常见 备有瞄准背径 非常适合居家旅行使用 下面试一下效果 看一下钢门的情况 被打出了一个洞 再看看背面 钢门居然被打穿了 看来这扇门也没有传说的那么神 下面再用一把格洛克17测试一下 看一下钢门的情况 格洛克的9毫米子弹 并没有对钢门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表面只被打出了一个小坑 下面直接上大家伙 这是一杆CZ-550栓动步枪 专门为猎杀大型动物而设计 下面看看他的威力 看一下钢门被打出了一个小洞 再来看背面 啥也没有 这把枪的穿透能力还是很一般 接下来 啃叔又拿出一把双管猎枪 看看他的子弹 你就知道这把枪不简单 下面试试威力 钢门也是被打出一个原洞 但并没有打穿钢门 背面什么都没有 啃叔分析可能钢门的这个区域比较厚实 接下来拿出的这个家伙比较吓人 叫577霸王龙步枪 一枪下去霸王龙都要躺三天 下面试试他的威力 正面不用看 肯定能打穿 背面就厉害了 直接撕出一个巨大的开口 霸王龙步枪的威力名不虚传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啃叔的小仓库里还有一杆双管猎枪 比前面试过的所有枪都要大 这是他发射的子弹 威力应该不会小 正面打出的这个洞很大 大到可以把大拇指伸进去 但穿透效果差点意思 顶出一个包并没有完全穿透 没想到肯定还有更大口径的枪 看看这个枪管 再看看他的子弹 口径有一英寸 身体担保点的估计都拿不住 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威力 打出的这个洞太变态了 可以放进去三根手指 再来看看背面 这么大的子弹居然没能穿透肛门 还是顶出了一个洞 看来要想彻底打穿肛门 子弹的口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拿出一杆普通的栓动步枪 试试效果 刚刚一共开了两枪 打出的洞不算太大 但穿透能力很不错 肛门直接被打穿 看来还是得朴实无华的栓动步枪 最后再试试喷子的效果 电影中的犯罪分子 最爱用这种枪打金库 你猜他能不能打穿 肯叔连着开了三枪 看一下肛门表面 只有三个小坑 没有打穿 只能算是给肛门挠痒痒 最后把今天用过的肛门 和之前打坏了的车 轻轻的放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